霹靂小組 我們以前說鴿子包嘛 光看那個警徽 都可以鎮煞 那根本不要講霹靂小組 那全副武裝 我們之前 你也要渡過喔 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喔 那你會問成功啊 我不是這樣 我不是像他們專業的啊 你是業的啊 像我是 之前我們在霹靂小組 那個時候巡邏的時候 差不多八九年前 然後晚上我們會去河濱公園巡邏 因為 霹靂小組去河濱公園巡邏 會不會大財小的啊 只要是 警察 不管是霹靂小組 交通社會 只要你有在巡邏的 任何有犯罪 或者說 比較偏僻的地方 你都要去巡邏 其實不知道的人 會認為說 你等一下霹靂小組馬上在巡邏 霹靂小組要巡邏啊 不知道的人 會以為說警察去河濱公園 去摸魚 那個是在巡邏 河濱公園有什麼魚好摸啊 沒抓釣竿啊 是不是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巡邏的時候 我記得是晚上差不多三點 三點多的 三點多左右 那我們是從圓山那邊進去 圓山那邊它的那個 圓山道大指那一段的單車道 它很寬 很寬 它可以汽車可以開進去 那我們從圓山這邊進去以後 進去以後我們就 其實我的習慣啊 我當駕駛嘛 我的習慣我會把燈跟燈關掉 就是這樣 講鬼鬼 拖拖摸摸摸摸 反正就是安安靜靜的 車子慢慢滑 慢慢滑 慢慢滑 你了解有意思嗎 你如果有在犯罪 或者有在 有在 什麼樣的人 他不知道有 有車子過來 他那邊的聲音很 很小啊 很安靜啊 我就這樣慢慢滑慢慢滑 不會被注意到啊 滑 這樣過去的時候 到大指的橋的時候是沒什麼 那想說 好那到大指 因為再過去就單車道了啊 你開不過去嘛 我們到大指的橋下 我們就回轉 我們就回轉 我一樣是慢慢滑 那你們在巡邏的時候 會去管那個車子 呃 呃 看起來蒙蒙 但是有在荒動的那種嗎 還是看得到啊 你會管這件事嗎 不會啦 你會管這件事 這四個人 我想說他在巡邏 在巡邏 在巡邏 其實通常合併公園 就只有那個警官 一台車四個人 好啦 長短槍八隻 只放了好幾百萬 好啦 我想說 那有什麼好損呢 那個早上就趕來 趕來趕去看 不可能啦 然後後來就是 我 往前 我回頭要往原山去的時候 我就 差不多距離什麼三十公尺左右 我講實在 我到現在四個多年 我還搞不清楚 這個到底是什麼 你到現在還不知道答案 我真的不知道 好啦 因為我就這樣子開嘛 我開車嘛 那 我的左手邊就是河 然後再來就鞭坡 再來是馬路 然後再來就是堤防 你了解我講的意思嗎 好 然後後來我就看到 從河那邊 有個影子冒出來 然後從鞭坡這樣慢慢走上來 慢慢走上來 我一直想說 是不是我眼花看錯 你身上那麼多人啊 我還不敢講 我還不敢講 你知道 因為你就知道男人就是這樣 一車四個人 你如果太早講出來 講一些有沒有 被人家笑 被人家虧了 我還一直忍喔 我都沒有講喔 我就後來就 開開 就看到那個影子上來以後 已經走進馬路了 是影子有點透明那種影子嗎 你說透明也不透明 透明 我們怎麼看得到 就是這樣朦朦朦朦朦朦這樣子 然後 他又不高喔 他如果很高大的話 我沒有懷疑可能是人 或者是怎麼樣 他又不高喔 他還沒到我腰部喔 膠質到我大腿這樣子而已 啊 那麼小 就是那麼小 我還想說 半夜三點也不可能 想問小朋友在河濱中有游泳 哈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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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知道 也不是我同事後來 我們事後再講 我同事說說不定是河童 我說我又沒看到頭頂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河童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 後來我就是看到他 已經走進馬路三分之一了 我開車嘛 我就問副駕駛座的同事說 你有沒有看到嗎 我就這樣問他說 你有沒有看到嗎 我就這樣 我看到嗎 然後後面兩個 大家都不敢說 沒有沒有 然後後來 沒有 總很無感動 我後面兩個同事就湊上來 不是 我都不敢說 大家都不敢說 大家都不敢說出來 對 我後面兩個同事就湊上來 在邊邊說 有耶 有東西你嚇 那我就 確定我沒看錯 因為一台車四個人都有看到 四個人都看到 對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說 看他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就加速你知道 我加速以後後來 到快靠近了之後 我巡邏車的那個大燈 打開 我就看到很清楚了 你是要把他嚇到嗎 你把大燈打開 但是很清楚 也是只有看到腳而已 上半身沒看到 我就搞不清楚 我就只看到 下半身 就很像 那你去圍捕啊 對不對 圍捕 一定要圍捕啊 你只要去圍捕 我就董哥也去 打破沙窩 我們到底 還問沙窩在哪裡 好 後來我們就是看到 我就追他 你知道 然後他很快喔 因為我們燈一打開 他就很快 河濱公園那個堤房 會有那個樓梯 你知道嗎 他會有那個樓梯這樣爬上去 可以爬到底下去 可以翻到另外一面 然後他的最上面 是一個小小空間 有時候會有一些不良少年 怎麼會躲在那種地方吃毒品 然後後來我是不是燈一照 他就很快速喔 但是我只看到下半身 結果看到下半身 很快速爬往那個樓梯 我當然就加速 我開過去 差每一兩秒而已喔 我後座兩個同事下車 就往上衝 然後後來我說 我到外面去 我還加速開很快 殺到另外一邊 剛好在那個位置 我在外面那個位置 剛好是在那個 海軍總部跟那個中列池那附近 這那個 位置不重要啦 好... 快點講好 回覆喔 後來我是 我是不是到那一邊 我到的時候 我同事他們已經衝上去 已經下來囉 他們已經衝上那個河體 然後又去下來 站在馬路邊等我們 我說阿朗咧 我這邊問你 因為這邊來沒看到 我說我沒看到 我說你們沒追到 我說你們兩個腳沈這麼快耶 他說我們就衝上去衝下來 就沒看到了 所以霹靂小組都追不到了 對啊 結果後來我們到現在 我到現在還真的搞不清楚 這個到底是什麼 所以第一次聽過霹靂小組 微捕鬼魂的好不好 這...這...這從來沒有聽過 霹靂小組還就微捕鬼魂 這可能就不像專業的 才知道 不過其實... 高大成經常在看屍體 據說你們在看屍體的時候 絕對不能評論屍體 可以開玩笑 可以說 這個身體很漂亮 這個很壞 這個很痛 這個很痛不可以 絕對不行 這是大忌 這是犯了江湖大忌 尤其一定要先... 我們的習慣啦 要先尊敬實體要先拜啦 今天好好要改觀一下 喔...要先說一下 我每次這樣 去打一個要拿子彈 六顆子彈 我不會去拜 因為我前面解剖一個 後面又解剖一個 第二個時候已經快中午了 我要吃飯了,對嗎 對 我快點開了跟溜溜溜 你解剖完你怎麼吃到溜溜 會啦... 會啦... 關係... 我們要拿那個子彈 你知道嗎? 那子彈... 我如果拿不到是... 你都不可以... 我都知道 早來早去找不到 你知道嗎? 找不到子彈 對 那一天剛好六顆 也是蠻多的 大幾十千 六顆 我拿五顆起來 結果... 第六顆就是 找不到就找不到 我就... 嘿... 今天是怎麼吃飯了 我就那個電工 就有X光子彈 在這個... 骨盆槍這附近 怎麼都找不到 啊... 我一直想想記我 那天空有這麼壞 比較懵就懵懵 我說啊... 對啦 我先不記得拜 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剛才不記得拜 他就把你開下去 很失禮... 不要... 不要把他吊難 拜託一下 手槍的 夢人 剛才... 剛才在大腸 卡在那個大腸頭那裡 剛好把他大腸 拿出來的時候 放在那個... 那個... 的那個上面的時候 怎麼... 你大腸不會有聲音嘛 你大腸頭... 怎麼會出聲音 不會啊... 你放在那裡... 欸... 你明圖金屬無品啊 裡面吃一千錢 吹到嗎 對... 那如果說一些不敬的話 會怎樣 沒有... 我... 我現在就是要講一個最大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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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差不多二十年前 有一個... 有一個檳榔其實 真的長得很漂亮 身高一百七十四 體重大概五十五公斤左右 長得很漂亮 身材又很均勻 結果有... 三個小混混 其實也不是小混混啦 有錢人家啦 那一個... 亡褲子弟啦 對啦 亡褲子弟啦 那一個根班啦 那兩個... 專門在做什麼事 開一台便爐的 欸...二十月來開便爐的 我跟妳講 那有三種說法 比較文雅的說法 就是亡褲子弟啦 對 比較普通的說法叫亡褲子弟啦 對啦 那第二種說法叫亡褲子 亡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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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是亡褲子 亡褲子 我都吃便爐 我都去買便爐 看到這個便爐是漂亮的 那最好 跟他揪一下 小姐 明天妳有沒有說啊 我們找妳出去 陪我們吃個粥飯啦 搭帥 吃這個中午 三萬 我十天給妳摘 要跟他買的就對了 兩點以前給妳回來 十分百塊給妳回來 這樣三萬 這個小姐想 喔我一塊也要五萬而已 對嗎 不然妳四點前三萬塊 喔這也三 這也三 好 妳馬仔來馬仔 真的三 十點前是夠 好 車坐之後 直接就拚去大樓山 大樓山 對 怎麼辦 三個馬仔輪尖 馬上輪尖 馬上輪尖喔 輪尖完 可惡喔 別人說吃飯 對 然後這女孩子就有點生氣 其實這女孩子真的 她也知道想吃一個飯 哪有可能就覺得 光天花日給我白天嘛 不一定了 如果躲到那個後 我會兒子太多 不得拍 真的 她很生氣說 欸 我們講這個價錢 沒有包括信招貸 對不對 你把我這樣 你們三個都有倫庭 對不對 信招貸另外算了 喔 她是氣功介紹 當然要得介紹 喔喔喔喔 她是氣功 她是不... 不覺得我們超多少 但是介紹要夠好 喔喔 她覺得介紹不夠好 當然 不好意思 事性也是這樣 聽後來慢慢講 因為那個女孩子並沒有反抗 就是輪尖沒有反抗 是 可是完了以後 完事以後 就是早上十點去 對吧 輪到大大三點半 十點半 十點半 三個輪子後 就跟她說價錢不夠好 她就... 她說你沒有什麼 氣毛賣這個 以前的貨幣 就等三千塊而已 說你這個就叫小三千而已 要輪 這就加三千嗎 沒有啦 不是三千 只有三千塊的價錢而已 本來三萬 兩三萬都給人 這樣就要求了 三千塊要輪 這時候的氣毛賣 他就... 就腳底說我叫... 叫警察來 報警 報警 那個... 這個... 頑固子 這個... 他很慘 他覺得... 你這樣而已 你是那些什麼 他就開門了是不是 那個大鎖 不是... 以前不是要有大鎖嘛 我現在沒有 現在以前都是大鎖 我在鎖那個方向盤鎖 對... 那個一拿起來 去拿到... 車子裡面拿起來 就... 從頭上都砍下去 從頭上都砍下去 從頭上滾下去 對... 都沒有穿衣服 就... 他們三人都在那穿褲 那只要一個它砍下去 希望... 就... 嚇到另外那個比較厲害 那個不是說... 比較... 比較... 他快走去拿... 車裡面是不是蓋油 是 他就騎到一點那裡蓋油起來 總要砍這個... 你那一掃的臉 總要燒下去 要給它毀容 對...臉燒掉 沒有人知道嘛 不知道是什麼啦 就... 要快點燒燒來照嘛 要讓它變無名師 結果... 燒了以後 那個臉就喊了很大聲 因為講了... 很大聲嘛 人家剛在頭上... 聽到... 老天上... 是怎麼樣 去看... 他們三人怕到... 就鐵開了 想說臉燒了 還有人去一看 一個人死在這裡 名字都沒有穿衣服嘛 對不對 這不是穿衣服 怎麼有空 沒有八個 就直接卡住了 警官就直接卡住了 包括剪座 這邊有一件穿衣服 人家講我的剪座都在忙 就說 好啦好啦 你怎麼知道 就臉燒起來了 剪座好像頭部這裡 頭部這裡還有火 所以 應該是二雙四的問題 頭部那樣 剪座都在忙 就說 好啦啦 你現場 上家去批評 然後再來殯儀罐 上殯儀罐 我拜託高醫師 馬上過去開破 又不是你 他叫你去 他就在那裡叫我 我就想說 他就真的卡住了 那時候才11點他就卡住了 我告訴你 現在一家雙四人在大陸山 我叫他車下來 在殯儀罐 黏儀罐過 可能差不多12點就要準備開破 因為雙四人一定要隨看是怎樣 我就聽到 我就躲在那附近而已 我11點就卡住了 我看我11點就卡住了 大陸還沒卡住 就把我和死者 我兩個對面 其實我是在說這個意思很舒服 就是說 他們10點去接他10點半到現場 還沒11點就卡住了 人家就卡住了 三個輪桿 這是光天花日嗎 他不是又要白天嗎 而且時間很快 三個都是快槍俠 三個人自然不到半小時就結束了 就把他帶走 所以到我去判斷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下廚 他11點 差不多要11點4 對嗎 我12點到的時候 你說我4、6個 1點鐘 整身又新竊竊 就是很新鮮的一個屍體 而且又全身都沒有穿嘛 對不對 又白的 高先生你可以不要形容屍體新鮮嗎 那時候真的覺得很新鮮 因為我沒有 都是這樣講的 你們都是這樣講的 都是這樣講的 我沒有看過這麼新鮮的事情 因為我們一般看到的都是有味道 所以我就告訴你 我看到裡面有味道的 我以前剛才剛才吃飽 裡面有味道 我剛才趕著口罩一點 但是也是撞不住 剛才撞出來 旁邊都記者大家 我過來看 我再把它吞下去 這個好笑 這個好笑 我怎麼說有一個臉書問題 也不能討厭 我不是高大臣 我怎麼可能看到死陪頭 我怎麼看到他 他現在記者就能進去 所以我們也就 很討厭 臉書問題 我明天知道 我下新聞說 高大臣把他看到屍體 也是會討厭 也是會討厭 那是會討厭 因為他都可以吃飽 我也不知道 把他還說一下 我們都說到新鮮了 他很新的 因為真的是 其實那個樣子 頭是燒了 可是那個下半身 真的 其實說老實話 大家來看 不要說四五十歲 如果這張看到 我怎麼還會 也會想到一些問題 我一個學 我一個學弟 你是說想路非非意思嗎 當然 應該是這樣 但是我們不會講出來 你不要說沒有人知道 你經常行租沒關係 我站在那裡 也同樣 也不是說行租 我就想 怎麼這樣 你沒有在看電視 你站住他 我是說 為什麼 真的一個女孩子 為什麼 為了什麼事情 要幫他 我一直想這個事情 我一個學弟 他做法科 他在某一家醫院 當外科醫師 可是他想寫法醫 他就來跟我 他不知道去 你的徒弟 他不知道哪裡 聽到這個消息 說 那個學長 今天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屍體 你女性屍體 要解剖 你可不可以順心便去幫忙 他就照來 你知道 他也差不多12點高 我站在那裡 看五分鐘而已 就說 欸 他後面給我打了 你知道 不然我跟我說 給你駕一下 學長都說 你媽媽讓我駕一下 什麼事情 我就這個不知道怎麼 弄了 燙了 紙紋 有彩紙紋 要來彩紙紋 什麼 反正都要做就對了 他就高拐了 他說 喔 學長 你媽媽看得這麼漂亮 我拍這麼久 我對你對半年了 這也第一次看 原來有好坑 你都沒話說 我說 我也是第一次 我做了差不多十幾年 十幾年 我也是第一次 你也說到一百年 他就說 這這麼漂亮 怎麼要他抬 帶回來做不好 就好了 沒差別 就要黏這個 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 這個不太多 因為那時候還好是我們兩個 我告訴你別說 待會兒人來 你說這樣 這樣不可以 聽到不好意思 這樣不可以 尤其如果家屬又來 你講這個話 很不盡 對 挺不好 我們不要不要 學長 我要摘摘 但是我說 這個我來他就說 我現在學你學很多 我也會學 我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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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簡錯來 他就說 當然也是對 甚至是仙材 冰島粉米糊 我放到你了 他就開始做 他就吃茶 我就要改發燈 我想說 兩個做會做比較快 不要再拆 我要做燈 他就做的腳 結果一做就 就要黏了 老師 欸 學長 怎麼粉米糊這麼多 我說 不是吧 你拼一下 炒青炒青 不是粉絲油 粉米糊炒 你給他拼一下 嗯嗯嗯 炒青炒青 怎麼這麼多的經驗 你說你看看 搞不好 你用輪幹 你比較快 加菜幾宗 我沒人拆三宗 他就 如果說他就拆九宗 拆了一塊 拆到花園 拆到花園 我一直就做 做著料 我就說 嗯 還是我最近工有比較好 我每一切都有 我每一切都有 你說 好 我再拔了 我就知道 可是這個到底是誰 這個很重要 是 我們一看 牙齒 三十歲以內 有抽菸 這個年紀 三十歲以內有抽菸的女孩子很少見 很容易 很可能是八達行業 我第一次是八達行業 下來就是 拿人差不多五十幾公斤 五十公斤 穿二十四的盤子 就開始 當然要一下一下 要公布 要找失蹤人口 就要說而已 就有一個 本來我們是找八達行業 因為八達行業沒有是中這個人 就沒有這個人 就在那邊說沒關係 沒說沒說 沒說這麼說 結果如果老闆 他們老闆就 不知道怎麼去卡丁的那個 他說他的檳榔西是 給三個雜坡帶出去 還沒回來 這樣就賓果啊 不是 提出阿婆的那時候是說 三個雜坡不回來 他本來說 他不賣錢 到他想去水就不水回來 也剛才吃中午到一點 他就覺得怪怪 你去找一個人 結果我們就知道 阿婆的就是這個 他十秒去接的嘛 就叫他老闆說 阿不然你再來喝看是不是 因為老闆其實也不必喝 沒關係 看有什麼特徵 要喝一下 他們老闆你來一看 我 我的小姐沒有錯 今天變成西四的 我們老闆要問說 是怎麼 你有切的 他說有啦 身材都差不多 最重要的就是 他在這個屬西部 有賣個玫瑰 玫瑰嘛 你老闆怎麼在屬西部賣玫瑰 對 剛才他沒有拔到頭 你老闆他 你老闆他 沒有啦 這樣會不會發生林總民案 你回去 離我一間 沒有啦 人家也很客氣 不然我去看到 沒關係 這領到就好了 我就說算了 做了 做了我就想要回家 其實我那個林醫師 姓林啦 林醫師 你不要再說爺爺 我不會說出來 我不會說出來 因為現在他在那裡 我不會死爺 沒關係 他就很開心 做了很開心 就知道什麼人 這一定會破案子 這一定會破 因為那三個也知道是誰 他就開車回去 車開了 這個小姐就坐在旁邊 到底小姐 關這個旁邊 是時候 這也確定 這裡的車上 他不知道 我也都不知道 我後面聽的說 只是她知道 因為他隱約在開車的時候 有看到一個女孩子 坐在她的住駕駛座 你看我喊 他都不說 他一直開天跟他家 他家是住在二樓 二樓脫天 他為什麼不說 他不會怕嗎 他是很開心 他那個感覺 我不會講 你再講 是後來他跟我講 因為我說奇怪 你怎麼會跟我講 他開車回去 他一樓是駕駛 二樓是駕駛 對嗎 他回去是不是要開駕駛 開了 起來 對嗎 他在樓上有看到 他回來 就探討他探討 今天他探討 他人都不在乎 顧到旁邊的小姐在講話 後來講話 他怎麼帶人回家 他媽媽說 跟滾滾聊天 對 他說怎麼帶人回來 不夠講 他就趕快到家裡看一看 有人去看我們家這麼難看 對嗎 過了 你比較多 結果他一門一開起來 他人一人起來 他跟我說 欸 你剛剛不是有一個小姐嗎 你不是在跟人家講話嗎 對啊 怎麼知道 你一個人說沒有啦 我買一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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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個店 因為那兩點 兩點五點 要吃飯 他就說 吃飯的時候 白天比較沒關係 到晚上 他說 一天到晚上 小姐就來了 為什麼 他們兩個坐在那裡吃飯 他們兩個阿嬤而已 沒有別人 就坐這樣 外面就是一個陽台 這個 這個後面就是一個陽台 他是二樓嘛 我說的一段二樓嘛 他媽媽坐在那裡吃飯 他媽媽坐在那裡 因為這裡是廚房 他媽媽煮菜還在那裡 他這樣吃 吃一半而已 後邊陽台騎一個人 騎一個女孩子 長頭髮 身高很高 他就跟他宣說 老公 後面有很多人 他們人 沒有啦 怎麼有 我沒說 有啦 有啦 在那裡 說三次 他們人很不舒服 不要這樣 你要吃飯 說我再一次 他去那裡看 他開了 沒有人 你來看 沒有人 你真的很沒說 現在坐下來 他再看 他先上去 我不要說 等一下 我們兩個換位 你坐在那裡 我坐在那裡 現在坐下來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真的坐在那裡 但是不要說 事情就過了 對 聽 他跟我說 從那一天開始 這個女孩子 他們就三個人 睡在同一個床 可是他大概不在 他就睡這裡 那個男的在這裡 對 他睡這裡 以前是這樣睡的時候 兩年床嘛 對不對 不是 你說 他們三個睡同一個床 對 他是睡他們兩個床嗎 不是 不是 男人睡到 他一直看他沒有睡到過 沒有睡到 你睡這麼快要做什麼 就是要讓這人睡 你知道嗎 這是他 這是他 沒關係 那是他人家的事情 我是不知道 是到最後 不是 他越來越散 有一次他開拍 12個 我們一歲 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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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二歲 他那個 林醫師說 行多差不多一百八十 體鎖到一百公斤 體鎖到一百公斤 體鎖到二個醫生 體鎖到一百公斤 有一次 12個 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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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問 你是怎樣 三個這樣 你是中間嗎 他就說 沒有啦 我最近身體不好 我記憶一下 你一百公斤 剩那剩七十公斤 爆瘦三十公斤 第五個位 三十公斤 那一定是身體健康處的問題 對 我來說是怎樣 他就沒話說 結果沒話說 說沒有一個禮拜 他就說 學長 你有摸那個 七毛縮真 太怕七毛的人 沒有啦 我說我怎麼會知道 這事情我不知道 為什麼就要說 學長 我們一天 有沒有一次 破個 你們其實 要把它佗條條 我找走一個 我不會 結果我也不抽 我到現在 我才知道 不知道 什麼 他說 就去那裡 說 蛤 搞錯過他 好 我實在想 我們不會來 你怎麼對他 因為他就說 多麼多 年長 做廢話不錯 是啊,我們就沒有說這幾個月了 那是外界,他就說,你是怎樣 沒有,那跟他算有什麼關係 他說,就每天都跟我們 我們就睡著了 所以他身體越來越不穩定 還要怎麼處理 我那時候就問天宿白了 你知道我們台長有一個很久 都對我們 幫我們處理事情 改辦一個天宿白了 天宿白他有很多 天宿白他過世了 我問天宿白 天宿白你 你有辦法處理這個事情嗎 他說,有 剛才在我們這裡後面 他有掛一個手機 一個牆壁 那些縮巾 沒有什麼刺毛 他跟那些縮巾 毛山倒數 他說,你去找他看看 他可能有辦法處理 我們就去 去那個門楼 他說,你賣 我們就進去 當然我比較稍微就先進去 他一看到我就說 他說 哎唷 這位先生 你是吃什麼頭腦 做什麼頭腦 我說沒有啊 為什麼問他 你問我什麼名字 你問我吃什麼頭腦 他說 沒有啦 你後面怎麼對那麼多人 這就是第二次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四次 說你後面對那麼多人 我每天都跟他說 後面對那麼多人 這樣我站到旁邊了 這剛剛說第二次 後面還有人跟我說兩次 第一次是一個小名 第二次是一個 他告訴我 你後面對那麼小人 你是在做什麼工具 阿伯,高達成阿伯 你來問自己 你去找找找找找 這是不會啦 我又沒辦法 不過真的會這樣 我那時候常常在外面 我常常都很生 所以我說 我的命 我的命很重 真的 你幾年 我也不知道 我很少 我幾次而已 你怎麼說 怎麼可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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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 常常說 疼得不少人 實際上我可能 不會扛你做這個工具 我真是浪漫 你是首屈一子人的地板交易 沒有沒有 結果 我入他就跟我說 我但是 你每次沒有什麼問題 你怎麼在找我什麼事情 阿伯 我這個協定就入來了 他說 等一下 我不用這樣 我不用說 你出事情了 他就說 沒什麼事 他說 你後面怎麼對一個 又是十個好 還要黏著著 你不要啊 你不要啊 我說 我本來就要找這個 拜託你這個事情 你看那樣 我又覺得這個有話 好像很厲害 好像很厲害 行家 拜託你 要跟你說完人 他就跟我說完 他就說了 他沒辦法 想分手 他說 那個簡單 我做個法 半個小時內 保證分手 他女朋友已經起進去 他就自己自拍一下 回來之後呢 他就想說 他就把那一片的照片 就上傳到電腦 就在太遠一點點距離 有個女生 貼著他 剪了一個妹妹頭 鼻子還滿高的 阿伯 我這樣協定就入來了 他說 等一下 我不用這麼說 你出事情了 你出事情了 他就說 沒什麼事 他說 你後面對一個 又是女生 還要黏著著 你不要 你不要 我說 我本來就是要找 拜託你這個事情 你看那麻辣 我覺得這個麻辣 好像很厲害 好像很厲害 行家行家 拜託你 跟你說完人 他就跟我說完 他就說 他沒辦法 想分手 他說 那個簡單 我做個法 半個小時內 保證分手 他就在他做法 就開始做法 今天麻辣到師父 腳一摘 摘也就要撈進去 摘了 就開始點火 呼呼 每天 事情到桌 我看他 怎麼會 怎麼會 這樣 你很重 觀賞就對了 他就要站在旁邊 他就要拿生存的日子 給他 他就做法 他就收招 用什麼 半個小時 就跟你說 好 這樣改過你可以回去 那十個小孩離開了 對 他沒有這樣說 會處理好 你可以走 我就要走 等一下 這個 這個 對 當然要給人 多少 多少 一千塊 好啦 一萬啦 一千 很好賺 比我醫生更好賺 做三十元一萬塊 但是不是太醫生大大 讓人家 讓人家沒有蓋子 他說 沒有小孩 好 讓人 反正不是我六錢 對嗎 當然要讓人 讓人 讓他 讓他回去 多一天而已 他已經有小孩 牽毛很壞 整個人很臭 他就爬 根本沒有離開來騙我 還拿了一萬塊 我真的要走 我們來找 我就還要找 你知道嗎 牽毛那時候也有 牽毛沒有 我撞起了A.Li的味道 A.Li他就看 怎麼會再走來 這次我還不靈 真的不走對不對 不然你怎麼來找我 還來找我 對沒有 他就說 他去看看 喔 我知道 我問你了 你沒人走 你是來吃虧的你 他沒人走 因為是他還要讓他走 他要分手 他請他你走你的時候好 可是他現在問那個你的 那個你的時候 他不給我走啊 所以他沒有走 對啊 有合理啊 他說我也是合理 我都說 我小時候也想說 你也超肥超肥 那不可以這樣 我也不太相信 你知道嗎 他就說 好不然我又做一次啦 這次你再放人家走 你也不放人家走 我又沒辦法賣 夫婦的切切 你學弟真的也不放人家走 他自己說是 他也點點啊 他就說 沒有菜啊 啊 你有高見頭啊 沒有什麼樣子 你沒差我也沒差 沒辦法 他就真的自己也走 自己也知道身體不好 他說 好啦 我真的 我放手 好 做完 又做了三十幾分鐘 我要走 還要錢 我說這次多少啦 怕這錢 這樣五千啦 五千啦 五千啦 三十幾分鐘 三十幾分鐘 好啦 還給他 給他回去 兩天而已 我這以前再走來 學長 幫我們騙兩天 騙萬多 都沒錢 都沒錢 都不走 也是還來 連續兩天都來 沒有分給他 不行 不行 不是 因為他現在身體很壞 我發現他真的 壞得不太 不像樣 那個樣子 欸 解剖到一半分頭 還沒看 結果我們回去找的時候 我的心情很... 我的心情沒有 我騙說 他每天都有理由騙 我這次要用什麼理由騙 再來 去找 欸 等一下 謝謝 我媽媽剛才這個事情 為什麼他就 喔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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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先看看 我... 不知道有沒有... 我們也不知道要算什麼 然後 欸 開口 開啊 買 我都買買 嗯 這個 這個女鬼懷孕 蛤 陰陽 可以懷孕 你配這樣 你配這樣 哪有可能 欸 你白癱麻 你今天不可能 這比你聊齋 裡面的故事還聊齋喔 所以我就跟他說 欸 你看那樣也很離譜 你就看那樣不走 你就看那樣不走 你還要來騙錢啦 對啦 他就說 沒有啦 我告訴你 你跟他兩條路可以走 那他也告訴你啊 你只有兩個路走 一條路就是什麼 你跟他走 去陰間 你對一走啊 結尾連理 對啦 沒辦法 還有一條路就說 你會爭給他 你媽媽給你爭給他就好 嗯 孩子給他 我就聽聽不懂 政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如果這個政給他 你以後就沒辦法 孩子啦 你的政要送他 他從進以後不能生小孩 對啊 就是你的總要送人家 就給那個女的 不然他不走啊 真的又做 欸 這次很厲害 這次很厲害 這次不敢說 好 因為他說太離譜了 他也第一次看到 他就把那個 做兩個稻草人 欸 你看那真的 做兩個稻草人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些生死年月日 對嗎 再黑一個缸 你說稻草人黑一個缸 我都黑一個缸 這男朋友嘛 好 男朋友 我都黑一個缸 黑一個缸 他又做一個小的稻草人 他把他放進去 這個貼生死年月日 所以女孩子放一個小稻草人 對 然後就一直在 啊 啊 啊 那現在 你啊 不知道怎麼有 欸 真的那個會燒起來 發學他屬誰 不知道有放什麼在腳 是不是有放什麼 化學藥劑 對啊 你在上 農宿啦 蛤 真的會燒起來 反正那個稻草人燒起來了 燒起來之後 他又沒辦法 他又一個說順刷 順刷送你啊 這樣 那就結束了 真的 從這個開始 那個女孩子離開啊 離開 這個女孩子也 欸 你說經過幾年二十幾年嘛 對 我這個鞋弟他已經六十了 嗯 還是沒有小孩 還有準耶 真的沒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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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在地點 殺路嘛 現在在開 你還要再說 你連生都說出來 地點都說出來 明天網友會去殺路肉鬆啦 沒有用沒有名字啊 開玩笑 欸 這人鬼戀 對 只有在聊齋裡才聽過的故事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可是我是相信耶 我是相信耶 因為他要找一個依靠啊 那我這個故事跟高法醫 剛剛說的很類似 可是我這個男主角 至少是很帥 很帥 顏值很高 高法醫嘛 我說爺學弟不帥啊 剛剛高法醫一直說他自己 他覺得他自己 應該比他學弟帥啊 那我這個故事是 大家知道秦漢的兒子 叫孫國豪 孫國豪 一直以來呢 對不對 桃花也多高富帥 就是他了 然後他在演藝圈 演藝圈也主持過節目 然後演過電影 好 我們來看孫國豪是誰 看一下畫面就知道 有沒有 帥吧 這是以前二情二零時代 當家小生 對 秦漢的兒子 對 秦漢 他的媽媽是少少少低 不行喔 我們來看見 帥吧 嗚嗚嗚喔 這麼帥 那怎麼會跟這個靈異事件有關 是因為他當時啊 他自己形容是有一段時間 他演藝事業比較低潮 人喔 都是在運勢比較低的時候 會被跟到 他才能跟上你 他說當時他因為演藝事業 比較低落的時候 他就騎腳踏車 常常會在山林間跑來跑去 今天我們節目都講到一個氛圍 就是都在外雙溪 有沒有 外雙溪 遠山這個附近 其實你往深山走 他會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廟 他就說那個時候他想訓練自己 他就車子騎騎騎騎騎到深山裡面 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想要挑戰一條新的路 他就騎過去之後 他就發現有一個很大的廟 可是這個廟顯然是廢棄很久了 在山裡面 他就把腳踏車停下來 就走進去看一下嘛 一個人 他不知道拜什麼 但是他就發現 他廟前面一定有個香爐 對不對 那個香爐 看來是很久沒有人來拜拜 所以插上去的香是好多年的了 哎呦 你知道心裡也會念說 哎呦 怎麼會這麼好的廟 怎麼沒有人來拜 這是第一次他到這個廟裡 他沒有進去喔 他就回家了 第二天 他在騎腳踏車 他就刻意在他背包裡放了香 他想說我就來拜拜好了 好也保佑自己運勢好 他就來 然後就進去拜了 拜了之後呢 他就插了三炷香就走了 好之後呢 他連續三天他都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他那段時間運勢不好 那什麼廟他都拜了 感覺都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他就想說 也許這個廟沒有人來拜 會不會只有我來拜的話 特別保佑我 有時候會這樣想喔 所以奇怪才三天對不對 對他馬上就接到工作 是很快就起來了 很快 他就覺得欸 不錯欸 這個廟裡的這個菩薩 有在保佑我 到了下一個禮拜 他又騎腳踏車上去 他一樣再給他三炷香 可是他就看了一下 這個廟的位置 看一下這個廟 他回去之後 他想說拜了這麼久 都不知道這個廟是什麼 他就稍微就上網去Google 結果一Google呢 上面就寫 就告訴他說 這是台灣呢 很有名的十大陰廟之一 我們就不要講是什麼廟 但是就在那個位置上 還可以看是陰廟 是陰廟 那因為年輕人喔 對村國豪來說 他是 雖然他拜拜 但是他不太信說有什麼事情 他就想說 就算牙齊也是鐵座的就對了啦 對 我下次不要去拜就好了嘛 有什麼關係 不去拜 但腳踏車要騎嘛 那他那個時候 有一個很好 很要好的女朋友 兩個人也住在一起 感情很好 有一天他們兩個 就去騎腳踏車 接近黃昏了 腳踏車騎騎騎騎騎 要去外雙溪 一定要過很多的隧道 有一個隧道 有一段時間 他車子不能通行再修 但是腳踏車可以過 那他就覺得 好特別這邊封住了 所以他就停下來 黃昏喔 他就自己來張自拍 他女朋友已經騎進去 他就自己自拍一下 那後面是那個隧道 他就拍了 然後拍完 他就繼續騎腳踏車 然後回來之後呢 他就想說 把那一天的照片 就上傳到電腦 就是看一下這樣 那電腦會放大啊 他就看到他在隧道那張照片 我剛強調 因為是黃昏 那拍的時候 光線沒有很充足 他就發現很清楚喔 這樣子對不對 隧道後面 就在他一點點距離 有個女生 貼著他 然後看著他 他在形容喔 他說 剪了一個妹妹頭 鼻子還蠻高的 看起來還蠻漂亮 剪了一個妹妹頭 鼻子還蠻高的 看起來還蠻漂亮 深情寬寬的看著他 我們等一下再來聽 孫國豪跟這個 妹妹頭女孩 到底發生什麼事 不過這一段 他曾經在節目上談過 那個時候呢 我有個女朋友 然後呢 就偶爾我會帶他去 騎腳踏車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是 半夜十二點多的時候 經過了 剛好是那個山 那個廟的那個山 下面有個隧道 第二天想說 喔來上傳前晚拍照片好了 然後呢 書一下就接了電腦 然後螢幕就一放大 然後呢 就看到我臉在前面 但是我後面呢 就有一個一張臉 然後結果後來呢 我跟我的女朋友 就是我們在睡覺的時候呢 然後她半夜 她就會莫名的坐起來 然後結果第二天醒來的時候 我就說 你昨天晚上為什麼要 這樣子爬起來 她就說 因為我昨天看到了 那個女生 她就坐在 梳妝台前面 然後背對著她 然後一個手在梳她的頭髮 然後結果呢 又另外一天 也是在睡覺的時候 一直在好像有 掙脫的那種聲音 然後我就發現 為什麼我的身體好像 不能動了 然後慢慢我就感覺到 有一個重量 因為我的腳就是 就是這樣直的睡 就感覺一個重量 就是很緩的 就很像有個人 突然坐在你的床邊 就像有個壓下去的 一個重量的感覺 我那感覺就是掙脫不了 結果後來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用很大的力氣 我就打喊三字經 我就全部把他罵出來 然後罵出來之後 瞬間就是有一種 解脫的感覺 然後結果第二天 我們就透過了一個朋友 我朋友認識一位老師 那這位老師呢 他是所謂的孩子仙 他說你要來之前呢 我就已經有個畫面了 我就看到你 你的臉的畫面 但是呢 你的身後呢 有一個女生的眼 他說啊 什麼身後你的臉 他就從他的手上 拿了一串佛珠 一這樣佛下來 他就帶在你手上 然後我帶了之後 他說OK好 我現在可以跟你講了 他就說 因為你之前去拜那個音廟呢 你很虔誠在那邊拜 所以呢 有個女鬼 就跟上你了 但是後來他就發現了 因為那時候有個女朋友 所以呢 他可能就起了一些 嫉妒吃醋的感覺 所以他就開始捉夢 我當時的女朋友 然後呢 所以順國好那一段時間 其實跟他女朋友關係 就會很糟糕 常常會三不五十 一直吵架 然後他女朋友 你看剛剛他講嘛 半夜就會看到 有個女生在梳頭髮 甚至於你不去處理不行 那個女生 最後還壓到他身上 半夜就會看到 有個女生在梳頭髮 甚至於你不去處理不行 那個女生 最後還壓到他身上 有沒有 剛剛也平常他講說 睡到半夜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鬼壓床 那後來孫國豪去找老師的時候 老師一看到他 就知道後面跟一個 最後是透過一個辦一個法會 因為你 反正女孩子想跟他在一起 因為一開始 這個女生以為他愛上他 因為他在那個廟裡很久了 都沒有人來拜拜 那你三不五十 你就來擠住箱擠住箱 你等於是為了他 然後他以為你愛上他 所以他就跟著他回家 後來才發現孫國豪是有女朋友 所以他很生氣 所以前面他有幫 我也會嫉妒 會會會 而且前面他是不是有幫孫國豪 他的演藝事業都非常好 一下子就跳起來的 其實演藝圈這種例子很多 因為其實拜音廟就讓你快速得到效果 但後面你就要付出代價 聽說後來他跟秦老師去談的時候 一度要談判 就像剛剛高法運那個例子 說有沒有可能娶他 不可能啊 所以這個法師就跟他講說 你跟他之間沒有這個緣分 你如果不走的話 你會更慘 你會變成孤魂野鬼 那不如現在就談判 所以他當時就說 做一個法會 超渡他 讓他有一個地方去 但是又怕又回來 最高法運你不知道 你知道這種要售後服務的 那個法師後來有給 送過好一個佛珠 意思是說他應該已經走了 萬一你現在又有 但是萬一他又回來找你 對不對 這個佛珠可以擋住你的那個磁場 不會讓他再跟著你回去